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淡有反攻 講一講股,今天講股是高開的 早段重上25,000點水平 不過不久就慢慢升幅收窄 早市大部分時間升跌跌之間,沒有明顯方向 直至尾市跌幅稍微擴大 全日跌至125點,收24,781點,成交1,154億 今天市早段做好,多得科技股 包括瑞昇、騰訊、交易所、港交所上升 藥物股亦都向好,帶動市一度重上 五千點,不過其後 騰訊、港交所回軟,先升後跌 加上有股,有股又不太能當 銀行股,內地銀行股,都是弱弱的 另一個事先升後跌,全日跌125點 講回今天的題目是淡油反攻 單看恆生指數的跌幅,至125點的跌幅 以至成交1,154,都不太好 現在覺得淡油明顯反攻 加上香港的今天有好消息 就是什麼呢?看這個圖 就是港元,美元對港元穿了7.75的強方保證 之事換言之,港元強 而且也是金管局再度入市接貨 6月以來,先後15次入市接貨 涉及的錢是369億的港元 到下週一,香港銀行體的結尾 會去到1316億的錢 換言之是水浸 整個形勢,好像錢繼續湧入香港 形勢好像挺好 何來就淡油反攻呢? 從這一方面看,反攻的形勢 第一方面,整個疫情的形勢 是有利淡油反攻的 疫情就是講全世界 過去八天全世界 新冠疫情的新增確診平例 已經超過一百萬宗 八天是一百萬宗 當然這個數字已經很驚人 特別重要的是幾個重點的國家 數字更加令大家淡油 一方面美國,美國過去幾天 每天都超過三萬宗 三萬宗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五月頭的時候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疫情完全沒有好轉的情況 是三萬,換言之又重上三萬 連續幾天都是這樣的情況 顯示疫情在美國方面 好像有反彈的勢頭 回復當日比較高漲的情況 特別是幾個州 疫情更加令人憂慮 例如德州、加州位至阿里桑那州 單日新增確診的數字 都是在創新高的 其中德州的州長更加說 如果疫情進一步升級 可能重啟之前的社會距離措施 換言之可能再造封城 整個情況令人憂慮 不單止美國 另外一些之前做得比較好的國家 都是出現第二波的狀況 昨天節目提及過 韓國已經說 第二波疫情就出現了 今天最新的情況是什麼呢? 東京就出現55宗 在五月頭以來的最高數字 德國說歐洲的典範 歐洲典範說這陣子 每天幾百宗 之前四百多,今天七百多宗 都是回到之前 比較嚴重的情況 其中一個就說 有七千人要隔離 有一個廠有千人確診 有七千人要隔離 隔離期間 隔離的檢疫期間 竟然逃走了 周圍四散 聽起來好像疫情擴大 可能性又好像增加了 所以疫情的環境 令大家憂慮 所以這個大環境有利 淡有反攻 第二個 就是講一下微股 微股 固然年日升得太多 短期累積伏幅很大 技術指標也是超買 已經有回整的壓力 這就是立斯打指數 昨天雖然再升七十四點 站在一萬點之上 收 但見到一明燭圖出現 墓碑走勢 顯示高位 淡有反擊 將指數推回到接近低位 收市不能夠高收 這其一個顯示 空軍開始出現 另一個就是看 標譜 迷你標譜期貨 淨空倉數字已經去到三十萬宗 三十萬 三十萬 根據外媒的報導 這個數字是2011年以來 是最高的數字 換言之 空群而出 美國方面的淡有 準備反攻 加上剛才提過 這個走勢也是一般 所以 達美股的形勢 可能有利淡有反攻 加上港股自己本身的形勢 也一般 可能令淡有再次出來 試圖和好友爭一日之長短 哪幾方面呢 首先講一下指數 國企指數 已經率先看到 其實這是陰陽足走勢 之前是一支陽足 這是陰陽足 這支陰陽足 其實是淡有反攻 所以淡有反攻 點題是幾個字呢 既是整個形勢的描述 也是陰陽足形態的名稱 見到了 國企指數已經出現淡有反攻走勢 而且更加重要 是一百天線得而伏失 昨天才升穿的 今天曾經進一步拋離 但是收市就跌穿了 一百天線得而伏失 這個不是一個好現象 加上第二個 要講的是兩隻很厲害的 這把星期的股份 都出現高位的調整 哪兩隻呢 聰明的網友都知道 第一隻就是騰訊 騰訊呢 無毒有偶 都是出現淡有反攻的走勢 只是一支陽足 然後一支陰足 進入了軸身 高開之後跌回 進入了陽足的軸身 交易所都是近似了 沒有那麼明顯的 因為音速比較小 但是都會出現先升後跌的情況 跌幅都是比大市為大 這個都是不大有利的現象 第三個要值得講 這陣子的港股主義是科技股 以至港交數推動的市場 其他股份的勢是比較弱的 昨天節目提過 即使昨天升到400點 通常10隻的恆指成份股 是要出現跌幅的 到今天了 市跌幅不多 125點 但是你看到 當中有18隻恆生指數成份股 跌幅超過1% 整個大市的跌幅只有0.5% 但是18隻跌超過1% 其實市底是比較弱的 只有幾隻勁股 推到市場 其中一隻值得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公行的走勢 都是很弱的 一直在低位走 這個情況令大家比較憂慮 之前這類股份 無論是內銀、港銀 以至本地經濟股 都是弱的 主要靠騰訊 推動上去 但是騰訊推極 他們都不能夠跟上去 反之現在騰訊 就掉頭回軟了 這類股份 也不見得 接騰訊力就上升 反而就跟著下 所以整個走勢 是比較弱的 所以 今次恆生指數 自己本身 也是不由而同 出現淡有反攻的走勢 所以 很有可能出現這個情況 即是淡有真的反攻 無論是陰陽足圖的訊號 以至整個形勢都會出現淡有 反破 對付好友的情況 下一步 重要的位置是 24700 這個就是100天線 如果穿了 確認 再次和好友周旋 恆生指數 可能再次回復 在100天和50天線之間 拉鞋局面 好了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